在纳粹德国重新武装之际 英国和法国采取以牺牲他国利益 求得妥协的绥靖政策 其结果是从1938年春到1939年春 希特勒仅凭讹诈就相继吞并了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 1934年6月14日 希特勒飞临意大利水城维尼斯 这是他作为德国总理的第一次出访 所要会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开山人物 意大利独裁者莫索里尼 希特勒与莫索里尼头一次会晤时 莫索里尼自认为是法西斯世界的老前辈 而希特勒不过是个谦卑的朝拜者 这时的希特勒揣着一颗久欲心头的想法 在气度庸荣的领袖面前还不知道该不该说 莫索里尼出道比希特勒早得多 早在1921年 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党魁 便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 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和反动军人 发动了上百万人进军罗马 迫使意大利国王委任他为意大利首相 相较而言 希特勒那时还在慕尼黑组织冲锋队 在街头斗殴呢 莫索里尼言谈粗俗举止粗鲁 要人民崇拜这样的人确实不易 而他却企图仿效世纪前的罗马独裁者凯撒大帝 也想依靠军事力量建立霸业 希特勒来访后 莫索里尼有意向他展现一下意大利的军事力量 先检阅海军 要检阅空军 陆军 在这些仪式的间隙 希特勒终于吐出了营绕祭酒的念头 原来他要吞并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 这个念头他已经憋了十几年了 当初他在慕尼黑的小啤酒馆里 为他那个小小的政党起草钢领时 头一条就是所有日耳曼人 要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 那时他就盯上了与德国相邻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前者有六百万日耳曼人 后者有三百万日耳曼人 他们要把这些日耳曼人及其脚下国土 统统统一到德国 但莫索里尼送希特勒走时 却正式警告他 不准动奥地利一指头 希特勒表面上答应了 当他上了火车以后 莫索里尼对左右的人说 这家伙是个疯子 希特勒确实历令至婚了 他上台以后 纳粹运动已波及到奥地利 他从维尼斯刚刚回到德国 奥地利纳粹分子便闹了起来 吵吵嚷嚷的要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 但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却不答应 为了粉碎纳粹分子的德奥合并梦 他解散了包括自己的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 并把那些不安分的纳粹投投投入了监狱 希特勒盛怒之下 在德奥边境部署了雇佣的奥地利兵团 倔强的陶尔菲斯则马上还以颜色 在德奥边境上部署了由企业家赞助的军队 他自己则在其中宣誓任职 而那些曾享受歌舞生平生活的爱国青年 也宣誓要为国捐躯 为了与德国抗衡 塔尔菲斯搬出莫索里尼 充当奥地利的政治保护人 由于一澳签约结盟 希特勒一时还下不了手 德奥边境已是剑拔弩张 莫索里尼与塔尔菲斯的私人交情很深 作为奥地利的保护人 他特意把塔尔菲斯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庄园来住 但当两家的小子女在心笑玩耍时 恶豪传来 塔尔菲斯被纳粹分子暗杀了 此刻据希特勒与莫索里尼首次会晤 仅四十天 莫索里尼怒火中烧 在塔尔菲斯的档礼上 他命令四个意大利师开赴一澳边境 这时的希特勒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准备 看到意大利人动了针 他除了否认与暗杀事件有任何关系以外 他还处决了已逃到德国的凶手 就此 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 赶且放下 莫索里尼成了奥地利人的救星 但是三年之后 风头变了 1936年10月 德意结成柏林罗马轴心 1937年9月25日 莫索里尼乘火车穿越阿尔卑斯山 头一次访问纳粹德国 法西斯阵营以军事实力牌作次 当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崛起后 希特勒已成为法西斯阵营的老大 为了让莫索里尼大开眼界 他们一同检阅陆海通三军 检阅党卫军 观看梅克伦堡的军事演习 莫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 西班牙 地中海的扩张 遭到世界的反对 而在柏林却找到了知音 被捧得神魂颠倒的莫索里尼 甘心情愿的臣服于希特勒 至此 希特勒就要重提奥地利的救世了 在奥地利 接替陶尔菲斯担任总理的 是原政法教育部长苏士尼格 一个41岁的老派奥地利人 希特勒扬言 苏士尼格充其量是个当小学教员的材料 1938年2月 他约苏士尼格到德奥边境的 薄西斯特加登会谈 在他的山庄中 他又叫又嚷 威胁恐吓 强迫苏士尼格在一周内 把政府交给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掌管 否则德军在半小时之内 就会把奥地利的防务碾碎 苏士尼格万般无奈之际 只得再去搬奥地利的那个著名的靠山 但此刻的莫索里尼 行情早已变了 他推脱意大利军队正在非洲作战 拒绝再一次为奥地利提供保护 国难当头 苏士尼格打听到莫索里尼的动向 追着要谈一谈 但莫索里尼打着哈哈 穿着飞行装 乘积周游去了 温文尔雅的苏士尼格 只能苦涩的咧着嘴 事已至此 苏士尼格决意豁出去了 他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这是他唤醒世界 注意到一个弱小国家 尚在最后挣扎的机会 他要问奥地利人民 你们是否赞成一个自由 独立和统一的奥地利 是或 也就在这时 他指着奥地利红白相间的国旗 喊出了那个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口号 红白红 奥地利 全世界都在分享斯特劳斯的原舞曲 但斯特劳斯的故乡将要被吞并时 这个世界却既然无声 关于奥地利的前途 希特勒已对苏士尼格做了明确交代 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指头 你就更别指望法国了 听到苏士尼格要搞公民投票的消息 希特勒立即策动奥地利的纳粹分子 涌上街头 抢砸商店 奥地利政府派出军警制止骚乱 但骚乱愈演愈烈 这是有意制造出来的 当骚乱在蔓延时 一个叫做塞斯英夸特的人 按照德国人曹尼的电报稿 给希特勒发报 请他派遣军队来制止骚乱 希特勒拿到电报后 立即发布了进军奥地利的命令 并要求苏士尼格在两个小时之内辞职 在德军向维也纳挺军途中 苏士尼格下台了 以塞斯英夸特为首的清一色纳粹分子 组成内阁 接管了奥地利政府 这就是塞斯英夸特 他从一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律师起家 担任过国务参事 又曾在苏士尼格内阁中担任过安全部长 苏士尼格战后说 他之所以启用塞斯英夸特 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这位做礼拜从不缺席的人 却把德国军队招来兼并了自己的祖国 3月11日 德军跨过德澳边境 当德军向维也纳挺进时 希特勒最担心的还是莫索里尼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他派人到莫索里尼那里摸了摸底 尽管莫索里尼曾自诩是奥地利的教父 这时却拿捕 奥地利对他无关紧张 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一块石头落个地 大喜过往间 让人给莫索里尼烧了这样一朵花 请告诉莫索里尼 为了这件事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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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发生任何情况 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他 我也永远和他在一起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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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4日 希特勒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维也纳 当他还是个青年时 曾在维也纳流浪了5年 这5年被他称为 一生中最悲惨的事情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对许多人来说 维也纳是尽情享受的场所 而对我来说 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 代表的是艰苦贫困的生活 现在 这个流浪汉回来 在他曾衣衫蓝绿 直处徘徊的街道 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 此一时彼一时 竟隔若天圆 在德国与奥地利合并这一天 纳粹举行了传统的喝大锅汤活动 每个人只要投上一两个硬币 便可以坐在街头喝汤 纳粹以此表示全体日尔曼人亲密如一家人 奥地利曾经是英国和法国布置的 反德战线中的重要一环 现在他被一笔勾销了 英国和法国的反应竟是如释重负 英法的绥静刺激了希特勒的胃口 他瞄准了下一个县城的目标 地处中欧的内陆国杰克·苏勒伐克 它的西端成三角形 深深地契入德国的东部 这个三角地带被称为苏台德地区 居住着三百多万日尔曼人 在历史上 这里的日尔曼人从未归属过德国 但在1937年6月 德军已制定了对苏台德地区 实施军事入侵的计划 它的代号是绿色方案 还在希特勒纠缠与吞并奥地利士一时 杰克·苏勒伐克总理费奈斯 就意识到下一个该轮到自己 而当希特勒把奥地利吞并下去之后 德国已从三个方面裹住了苏台德 大难临头 到促使贝奈斯横下一条心 他向全国宣布 要保持杰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完整的决心 希特勒倒不在乎贝奈斯的决心有多大 对付杰克斯洛伐克 他有一个现成的特洛伊木马 这就是苏台德地区的纳粹运动 他们随时能从内部侧应德军的入侵 希特勒命令德军向德国与苏台德接壤的地区积结 通过吞并奥地利 希特勒也摸出了路子 一个国家是可以通过讹诈吞并的 而讹诈的前提则是这个国家的内部得闹起来 1938年9月11日 苏台德地区的纳粹党人 以要求自治的名义发动了叛乱 苏台德纳粹头子汉莱因 接到了柏林的指令 他组织纳粹分子拥上街头 叫嚷着要与德国合并 时时绿色方案似乎迫在眉睫 其实不然 战后人们才得知 这时的希特勒正骑虎南下 他要乘乱禁军捷克斯洛伐克 但他的将军们极力反对 他们指出 如果德军东进 法军便会突破西壁防线 直到卢尔 那么德国就完了 把希特勒从窘境中解脱出来的 倒是英国的那个自以为聪明的弧度首相 张伯伦 当希特勒还硬撑着的时候 他倒先沉不住气了 他给希特勒发了份电报 说要过去谈谈 事后人们才得知 希特勒接到这份电报之后 惊喜地大叫起来 大叫之后 他揣摩出一点名堂 张伯伦已经69岁了 在此之前从未坐过飞机 这次肯将尊于贵飞行7小时 似乎表明英国人更不愿意打仗 张伯伦是9月15日中午飞到慕尼黑的 再从那里乘三个小时火车到薄西斯加登 希特勒在仪式上用了点脑子 有意不到火车站迎接 而是在别墅高高的台阶上 等候他的贵宾 希特勒没有猜错 张伯伦一路封城 赶到薄西斯加登的希特勒山庄 只为给希特勒烧一句话 他个人承认苏台德区 脱离杰克斯洛伐克的原则 但必须得到本国政府的批准 张伯伦兴致勃勃勃地飞回伦敦 下飞机后他对记者说 我这个老头子跑了一趟 问题已经大体解决了 下次该轮到他来找我了 当张伯伦陶在自我安慰的幻想中时 希特勒正在组织苏台德的纳粹分子 成立自由团 自由团接到的命令是 要同杰克斯洛伐克人不断保持冲突 英国政府向纳粹妥协的消息迅速扩散开来 遭到杰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对 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9月22日 张伯伦带着给希特勒的一份厚礼 苏台德区 再度飞往德国 上飞机前 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我的目标是欧洲和平 我希望此行将打开他的大门 这次的会谈地点 是希特勒的患难之交 德莱斯顿开的一家饭店 他是希特勒做重大决策之前的退私之地 由于张伯伦已服了软 希特勒便不再冷落他了 而是为他举行了一个郑重的欢迎仪式 会谈之初 张伯伦便把底牌合盘拖出 宣称同意把苏台德隔给德国 现在只剩下如何办理移交的问题了 希特勒就像一个善于敲竹杠的买卖人 一摸到对方的底架 他马上涨价了 他提出 不仅苏台德要归德国 而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其他德语地区也要割让给德国 这一次希特勒没掌握好火候 他的胃口过于大了 超过了张伯伦所能忍受的界限 张伯伦回到英国 本想与内阁再通融一下 但英国 法国 捷克斯洛伐克 不能容忍希特勒得寸进尺 他们同时拒绝了希特勒 布拉格紧急动员起来 可用于战争的野战军打八十万人 他们在苏台德建有坚固的攻势 足以抵挡一阵 巴黎声称 在几天之内可以出动六十五个师 当德军在苏台德攻势前被阻时 法军将从西边打入德国 在表面平静的柏林 希特勒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几天 事情明摆着 如果德军东进时突破不了苏台德防线 西边又被法军突破 那么德国就成为被咀嚼的馅饼了 德国党卫队记者拍摄了那几天 希特勒的一个镜头 在例行仪式上 他竟穿着燕尾服检阅仪仗队 可见他的确是乱了方寸 希特勒的神经之所以没有完全崩溃 仅在于上报有一线希望 那就是英法的备战不过是虚张声势 他们随时准备抛弃苏台德 而把自己解脱出来 为此他给伦敦发报 同意只谈苏台德 杰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 暂时不考虑 他后撤一步 给英国人闪出一个台阶 果不其然 张伯伦见到台阶就下 9月29日 慕尼黑市匡尼斯广场元首府 这是一次由希特勒召集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 英国首相张伯伦 法国总理达拉蒂 以及意大利独裁的莫索里尼 会议倒没有让杰克斯洛伐克人参加 两个从布拉格来的代表 被冷淡的领进了隔壁的房间 让他们在那里安安静静的 等着天塌下来的那一刻 慕尼黑协定 以莫索里尼带来的一份折衷方案 为讨论基础 协定的全称为 关于杰克斯洛伐克 割让领土给德国的协定 杰克斯洛伐克不仅割让了 苏台德地区和那里的 包括八十万捷克人在内的 三百六十万人口 而且丧失了大部分重工业和能源工业 这时的莫索里尼 已从希特勒的前辈 堕落为希特勒的走狗 十月一日 在预定的入侵时间 德军进入苏台德地区 绿色方案居然没废一枪一弹便实现了 在同一天 绥靖主义的建筑师们打道回府 达拉第原以为一下飞机就会被法国人搅死 但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法国人由于自己躲过了战争 而把懦弱的总理当成了英雄 张伯伦在慕尼黑写定签字后 曾让希特勒在一张保证英德不再交战的纸片上 随便签个字 他回到伦敦后挥舞着这张倒霉的纸片说 在英国历史上 这是第二次把和平从德国带回英国来 但希特勒从没有把这张纸片当回事 也从没有打算给英国带来什么和平 慕尼黑协定签字后 希特勒赶到苏台德 更大的计划已开始启动 张伯伦本以为希特勒拿到苏台德之后 便别无所求了 但慕尼黑协定签约近半年 德军便一举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华克 希特勒的变本加厉不足为奇 奇怪的倒是张伯伦被如此戏弄之后 到这时仍听之认之 莫索里尼的女婿 意大利外长齐亚诺 冷眼观看了历史的这一幕 她颇为感慨地说 这一代的英国政治家 与历史上的英国开拓者们不是一回事 他们不过是有钱人家的 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 我这支批诺人家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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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原则的 我这支批诺人家的外国 我这支批诺人家的外国 也不过是有钱人家的外国